你真的会挑死机 都快过年了 你出手会不会太重了 公司交代的我不得不办 Aaron 我知道你的职责所在 但是房子裁迁了我们住哪里 你们可以在我们综合型发展项目里面 开出新店面 切 不要了 这条街道就是我们 我们的一切 就在这里 就像这硅盘 那你闭上眼睛 用心慢慢品尝 所简单不简单 你不觉得这里面包含着手感和温度吗 每一片硅盘都有人情味 是是人情味 好吃 说这个饼干阿姨肯定是好吃 阿姨 整个马来西亚也找不到比他那么漂亮的水茶坡 三四行个博主 Uncle New 你没有不对 只来这里光顾的人越来越少 小猫都没有两三字 现在每个人对这里都没有兴趣了 没礼貌 没礼貌 难道你没有听过Gutminton的故事 哼 波达车 你看一下墙壁 这画框是我祖师爷做的 好久过很久以前 有一个坏人来到姓家 他说 这个江山是属于我的 不好意思 那个坏人跟我有什么关系 嗯 这条有谁来的 嗯 够不够担跟我打一场 Gutminton吗 放马过来啦 嗯 Gutminton是什么的 我又不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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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这故事我才第一次听 我 你想想 你们想想 有新的发展 才有大量的资金 勇进新的 嗯 弟弟 如果我们给他们 赶住起来的话 我们要去哪里住呢 有你就是这样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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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里有太多故事和回忆 这是我们的根 行 不会看路啊 我 可是老板 都快过年了 你确定要给他这种坏消息吗 你还要拿工钱吗 要 你就完成他了 好的老板 我已经没有家人了 我不能没有工作 所以来养我 我不会改变这主意了 嗨老板 新干都路变了 但并不是新盖了高楼大厦 我们修复了道路 翻新了旧街 我老板赚钱了吗 当然 他甚至盖了一座羽毛球主题乐园 这主意也让新干都路的居民 一起共同富裕 也因为这样 这里一下子就变成游客最爱的观光小镇 转眼间 也三年了 转眼间 而我 每一年都会回去新干都路过年 毕竟我是在那里找到家人 正所谓 以何为贵 家和万事兴 如果你真巧经过 欢迎你过来看看 新干都路欢迎大家 也祝大家新年快乐